安钢集团博物馆 由当年闲置的旧厂房改建而成 漫步其中 一座71米高的庞然大雾 格外引人注目 那是老安钢人最引以为傲的 老一号高炉 仰头凝视 仿佛又回到了 那个激情燃烧的火红岁月 结果继续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一样 1948年2月 安山解放 刚刚回到人民怀抱的安钢 却是一片破败不堪的景象 残毁的高炉下 污水墨西 野草疯涨 日本技术人员更是断言 中国人只能在这里种高粱 要出钢至少得20年后 这一年 孟太五十岁 她的心里憋着一口气 一定要让这一片 只能种高粱的地方 产出钢铁来 当时的安钢 要迅速恢复生产 最大的难题 就是各种修复被件的 极度短缺 也没有零件 也没有钱 你说怎么能把这高炉修好 能出铁 她就一个人就成天 就上那个废铁堆里头 把这些所有的设备 她都捡在一起 都洗好 弄一个大房子 都摆好 她没有手套 没有捞着服务 又没有洗油 搞汽油喝玻璃茶 拿着那么整睡 往这儿搞在一起 都擦都洗的 那手啊 就做净水口的 吃饭拿快都飞进 为找到至关重要的修理被件 孟太带领工友们 寻遍了十里厂区的 角角落落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捡来的 捐献的 修好的管件器材 愣是堆满了三间旧厂房 孟太仓库 因此得名 并响彻全国 孟太和他的工友 收集了几千种 上万件领件 然后呢 孟太仓库 也成为新中国 第一个大型钢链联合企业 恢复生产的 一个重要见证 那个时期 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4月25日 沉寂许久的鞍钢 终于燃起熊熊炉火 炼出了第一炉钢水 两个月后 第一炉铁水也奔涌而出 孟太和第一代鞍钢人 用赤诚与担当 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孟太精神 应该说体现了 新中国第一代钢铁工人 他的心上 正是因为有了孟太精神的引领 才有了这个 为国家 为企业 做贡献 以厂为家这种精神和奉献 它是在这种引领下形成的 这种安装文化特有的部分 感谢观看